这个礼拜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 南罗县政府来到了鹿骨香的一间大饭店 举办模范母亲的表扬典礼 今年总共有15位的受奖者 由县长林明珍亲自送上祝福 而其中呢来自南投市的廖王一女士 高龄107岁了 这身体呢依然是非常的硬朗 最受到瞩目 而会中县长林明珍也呼吁乡亲们 要能够及时的孝顺附魔 在情人的陪同下 来自十三乡镇市110年度的南投县模范母亲 共同走上星光大道出席表扬典礼 其中一位来自南投市的廖王应女士 高龄107岁依然身体健康 让大家羡慕有称赞 一二三 阿嬷你跟她说你住在家 住在家 阿嬷你今年几岁 十八公里出席 十八公里出席 觉得很幸福有阿嬷她身体这么好 我们很有福气 阿嬷她会这么长寿 我想是因为她喜欢运动喜欢走路 周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难道县政府来到西头边的 一千五星级大饭店举办模范母亲的表扬典礼 多位乡镇长都亲自前来表达祝贺 在这里我也要鼓勁专家 拜祝专家 我们要巴昂 这个不简单的 不容易的事情 巴昂这个机会给你们冰箱 更不甘 更不好意思 向妈妈说出的这个感谢 这个我爱人 要跟她说出 不通秦始我 这样就会一世了 今天这所表扬的妈妈 都是非常荣幸的 就在这地方受到大家的肯定 我县长在这边恭喜我们做十五位 做荣厚表扬的母亲节的妈妈 恭喜你们 那么我们今天 在星期日就母亲节到了 我呼吁我们前线的 当儿子的 一定要对妈妈 要听懂妈妈的话 要及少的行孝 当妈妈不在的时候 你要孝顺了就没有机会了 看到这些模范母亲都相当健康 甚至超过九十岁一百岁 让很多长官来宾都相当羡慕 因此县长林明珍也借此机会 呼吁相亲都能够及时行孝 并且向妈妈表达对她的爱与关怀 记着俊选的线才放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